在别人这我不管 反正在我这好卖程度 就是索尼排第一 佳能排第二 尼康他就排第三 尼康Z5小白的第一台 当时应该是2020年7月上市的吧 发售价格应该是9000多 反正当时发售之后就一路狂飙 就是2023年3月全面放开后 当时Z5疯狂的时候 基本上是来一台秒一台 不分成色也不分配件 8000一个卡 到今年的618狗东大醋 跳水跳了多少 8299不对 8399被刺了一波老法事兄弟们 二手行情瞬间从之前的 8000多崩到了7000 海鲜市场反正是惨不忍睹 各种脱坑以及二手贩子 哭爹尿嚎的 包括我今年亏的第一台相机 就是这个Z5 当时一台应该是亏500块钱左右 其实双十一来讲 对Z5的冲击还不算太大 但是就在上个月12月份 整个数码行业基本上就血崩了 包括一些音响 哈曼卡顿嘛 谢尔还有就是相机 手机以及 以及Switch 基本上属于是90度的垂直下跌 Z5像现在这种橙色 相说全带发票注册眼保 上个收的是多少 6000 现在最多也就是卖到6400 或者说6300 估计啊 过完年之后 应该和他的好兄弟 RP跌到一个档次了 现在RP跌破5000了 兄弟们 跌到5000了RP 这还不算最经典 最经典的是什么 就是Z6和Z5是一个价位